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现在可见我东方巨轮加速运行 就是我见到越来越多的人私下里真心的就说大陆好 你说好的时候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来说好 一个是说它的结果是好 那结果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可能需要改进了 需要改善的空间 可是过程里面我们刚主要谈好是说它那个能量 它有个能量你觉得那能量假如在某一个环境下 或是说再给它一个条件引导推它一把 它会发挥很大 比方说年轻人的创意聘境 还有我刚从杭州回来 去了两天杭州我去乌镇慕星美术馆 真是感动 我坐在那边 它其中有个地方是看着一片枯山水 然后有书 我真的几乎哭出来 然后最重要是说我在杭州连续四次碰到什么情况 我真的在内地其他城市没碰过了 不晓得是幸运是怎么样 我吃完东西出门 年轻人进门 他给我拉门 就是说他会他比我快一步 他推门进来 他挡着门让我先走 后来说看我他怕不会一放手 不管我把门撞到我 我从来没见过的 我吓一跳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现在我就是觉得有些年轻人的教养 比我们这一辈人好 那后来我跟我太太一起 我就说你看多有教养 我太太就说 那是因为他看你 那是因为你越来越老 他看你是老先生 你知道吗 给你拉门同情你 那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那个 他们说杭州 还是有那个 是因为马云吗 马云有什么教养 好像有 马云 马云叫杭州 杭州 马云的教养 马云当年像这帮孩子那么大的时候 曾经被拍下来一段录像 就是说 好像街头有几个歹徒 在偷东西还是抢东西 马云那个时候 好像骑着个自行车 骑着个小摩托 小哥哥 想管又不敢管 所以我们看到他能量的部分 因为时间是往前走了 每个社会都发展 你发展 没有能量 发展 就很容易停顿 然后就推后 韦杰 你现在作为女性来说 你贪恋不贪恋 内地的一些好处 会啊 当然会啊 我觉得就是 如果以工作来说吧 我觉得有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就像刚刚马老师说的 他的那个能量 跟他的创意 跟他给你的舞台 是很多其他地方 比如说在香港 或在台湾 他是没有的 然后你就有一次 我去鸟巢 组织一个活动 然后做完了 就对我们来说 就是那个场地很大 可能对你们来说 就会觉得说 你好愁 对我们来说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感觉 那对我来说 我可能平常没有这样 比如说我在台湾 或在香港 并没有这样子的舞台 去做这件事 你站上去的时候 你就暗暗觉得自己说 哇好开心哦 我居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会 你会觉得说 那也真的是有 他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或者这么大的人 或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才会给你这么大的一个 享受的一个地方 而且就是 我刚才就为什么说好啊 我就是说在 生活方便也非常的贪恋 在香港 在台湾 这个快递没有 但是你知道在北京 你就是 咱就只说这一条啊 这个享受这个快递啊 就 你就可以不出门呢 好家伙 就是每天 你觉得这个快递小哥 他送快递的速度 比你网购的速度都快 啪啪啪啪啪 从早到晚敲门 但是 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又被人家说成是 早期资本主义啊 非常残酷的 这些这个送快递的这些个 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他回家回不去 他在这个大城市生活 好家伙每天就经常出车祸呀 而且就是 哎 就达到他们说就有很多个档次 比如说 你看那天我看一快递小哥 我现在就看了材料 我就会看了 我一看 我说好家伙 黑骑士啊 你知道吗 他们黄金骑士 英铜骑士 白银骑士 没有分啊 有分 你做到黄金骑士 这个规格就比较高了 黑骑士据说 头盔也是黑的 制服也是黑的 黑骑士 据说送你一个一次外卖 送个盒盘 是吧 能够补贴你块八毛的 这达到最高 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存在 真是风里来雨里去 黄金骑士 死亡率比较高吧 要骑的比较快 所以呢 其实像纽约有那个passenger的那种 也是骑车 骑搭车 让送快递 一样的道理 要抢件 要送的快 送的好 然后你的车啊 别什么什么都会比别人更好 那我要好奇的 问一下 因为我在内地没有这种经验 我打个电话 酒店送餐上来 香港也没有 因为你刚说什么 在北京有什么快递 香港谁要留在家里 四五十平米的地方 挤了六七个人都出去 所以不需要快递 那我们小时候在香港 或者说我长大之后 经常很不太不太敢 不太喜欢打电话 叫外卖 我们有外卖 骑下脚踏车 嘴角 倒着一根香烟 拿着两个馄饨面 这样的送过来 我为什么不敢 是说总是不晓得 要给多些小费 多给了 我又不心疼 小给了 觉得不好意思 像在内地 这样快递 你要赶收小费 罚钱就罚这款了 因为我们已经在网络支付完了 就是他送过之前 我一定付完 我们是没有金钱交易的 所有的交易都在我的手机里面 就已经完成了 其实他就脚步 现在这个内地 我认为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能只有资方 没有工 你像真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程度 工会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现在中国他们讲 金标就有快递行业 那肯定是资方独大 对 你这个整死你 你迟到 你客户给你点个 就是 点个赞 求你给他点个赞 你要给他点个差评 能罚他他送一个单 送个盒饭才多少钱 你给他点个差评 能罚他三百块钱 他就是 但是你不干吗 你不干 你不干随时走人 排着队的想来干 对 所以还是需要工会 我有一次在广州也是 站在路边抽雪价 突然 一个人骑着机车过来 吓我一跳 有一场节 我正准备泳村 要马上泰拳 说马老师拍个照 我说好吧 我说小孩你干什么 我今天在送快递 那种精神宝门 就让我蛮感动的 小小的摩托车 我觉得就感受到 城市的活力 你别活力了 人家现在内地 我觉得有测瘾之心的人 都在呼吁 就说现在北京 雾霾的天气 少点外卖 对吧 就觉得这个快递的 这些小哥太辛苦了 这家呼吸着这个黑霾 对对 风里来雨里去 所以我就是说 咱们夸这个内地 咱们也要全面 是吧 但内地也有另外一个景象 咱们也可以展示一下 最近成了话题 但你说是新话题呢 我又觉得我的眼睛 看这个都生锈了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说是哪啊 在这个福建吧 这个韦杰给咱们报告一下 莆田 对 就福建莆田这边 被称为是叫鬼城 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一系列 全套式的 我们说仿真工厂 就包括了仿真鞋 仿真的包包 什么什么的 通通都有 而且它是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有人负责去生产 这些仿真假的鞋子 然后有人负负生产鞋盒 有人负责生产标签 有人负责生产假发票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条龙 这是一户商家高仿鞋 提前打印好的小票 完全可以让你觉得是美国送货 美国发货 美国发货 你再往下看 我要说的还有一个地儿 就最近被接出来 这是天津独流镇七宝村 一个村民家里 生产假十三乡的 灌装机 就调料 原来这个天津 这个独流镇这个地方 是个中国巨大的一个 假调料的 一个地下生产中心 然后重案组37号 这个北方调料造假中心 你再往下看 这是什么 也是扫二维码 就跟你跟真的一样 你扫了二维码 可以扫出跟真品一样 有什么内容啊 生产啊什么 但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对 连二维码它都能做 然后你再看 这是灌装好的 这个是什么 这都是假的调料了 就是说 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品牌 我们觉得都有品牌 东西 它有可能都是假 就像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这些都是被点名 说他们在这次生产当中 被破获的 天哪 在我们家厨房都有啊 你就不知道真假的 这个是瓶子 你看 洗这个假瓶子 用来装这个调料 他们有专人去回收 这些假的瓶子 或真的瓶子 就是有专门回收 然后分类再送回去 然后再给这边 工厂加工成假的调料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 你看天津独流 这是灌装好的 假十三香 小袋装 等待工人们 往这个纸盒里装 问题它都是 以家庭为单位 就是家庭做 整条村啊 所以我就讲 一家一户的做啊 对啊 整条村啊 你再看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假卫生巾都有 对对对 长沙的 长沙市面上出产的 假冒卫生巾 价格低廉 外观与正品 没有差别 但是呢 含有化学工业胶 和强制癌物质 容易诱发妇科 炎症 你说这帮人 够控制太短了吧 重点就是他 就是他 卖这个假卫生巾 但打了马赛克 我们就看不到 他是谁 就像脸上 加了卫生巾 他也是女的 你说他怎么这么 他不想想 但我觉得他 我觉得所有犯罪嫌疑人 他们都跟我们吃 跟我们喝 跟我们用都是一样 他们自己都会追求真货 但他却不介意 把假的卖给别人 没有 你不能 那么百分之百抹黑他们 他们还是有良心的 我听朋友说 他们回乡下探亲 比方说莆田 他们是亲人 表哥回来了 从香港 会提醒你 我们这里东西 千万千万不要吃 这是个 种大米的时候 如果用太多农药 自己是不吃的 但他会卖出去 给别的人吃 但是一种交换的原则 就是你现在吃的 也是别人家种的毒米 只是你也不知道而已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 就国际资本主义 一个席卷了之后 他留下的遗痕 你像福建 莆田这个地方 据说生产出来的鞋 有的是假的 有的是假的 就是完全糟糕的 但是有的 真的就跟真品 你穿不出什么差别 因为当年这些 欧洲的这些国际品牌 这些生产线 曾经在这些地方 设过流水线 设过厂 结果这个厂 现在撤回去了 大概是响应 特朗普的号召 但是回去之后 掌握技术的工人出现了 他一个小的流水线 一天 据说很小的 几家几户 弄这么一个流水线 都能达到日产千双 没错 没有因为你要知道 他是假的 不表示他一定是坏的 当然绝大部分假的是坏的 乱七八糟 他不用 不需要负责任 算了就跑 他是假的 所谓假是相对于真的 他有版权的 有商标的东西 有一个标准 我可能我定的标准 比他更高 可是我倒用你的名字 我出去我不叫马家辉 我叫窦文涛 对 那我倒用你的名字而已 有个别的匠人 也是很敬业的 到处找好的皮革 什么的 要做到跟国际名牌 仿真 他脑子里一直记得 当年在国际大陆 他工作的那个样子 他要做出超越他们的传点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一说中国的造假 就经常拿一些什么德国 日本来比较 但是前一阵我在日本 正好碰见他们在议论一个新闻 别以为日本人不造假 你可以看这个照片 但是日本人造假 他反应跟咱们不太一样 建筑商 建筑承包鞠躬 他这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日本民俗学家 龚本长一说这么一句话 就说每当下雨的时候 我心中就会涌起一份自信 我砌的墙 怎么能因为这点毛毛细雨 就出毛病呢 他说这句话是昭和时代 就是砌墙的匠人 他们那种自豪感 但是2015年10月15号 朝日新闻发表一个专栏 叫做弃进石墙里的那颗心为题 婉转的批评当今的日本建筑营造者 死却了昭和的那颗心 这就是原来我说的 我发现我真跟他对上了 我在日本感受到的很多 包括墙上的青台 或者他的很多工艺 都让我觉得 他像是把一颗心放在一个细节里 你看果真他就有这种理解 弃进石墙里的那颗心 但是就是说 我最近听他们横滨 就是说做那个公寓 结果负责打桩的那个包工头 那个包工商 有几根桩 为了偷工减料 有几根桩 打的可能不虚不实 最后 这个公寓又倾斜 因为我在日本就听他们非常自豪的讲 他说东京的这个房子 随便哪个都抗八级地震 抗八级地震 他就说前段事 就是上一次大地震实验过 有的连玻璃都不会碎的 所以说 我说为什么他能抗八级地震 有一个清华学建筑的一个人 就跟我讲 就说他这个地基 要打的够深 深到什么 深到最基础的 那个岩石层上 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大的 那个岩石层 他说你看地震 当然你选址 不能选在两个板块交界的地方 他只要是整体的这个板块 你打地基 深到了这个石 石头里面去 那么可不当然 他就防震 但是为什么横滨的这个公寓 就倾斜了 这个全日本就开始骂起来 就是说 他们也有这个偷工减料 导致他们这个鞠躬道歉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以前说过一个说法 全世界都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包括日本 所以我们这几年看到一些日本的新闻 好像面包 好像用过期的面粉等等 乱七八糟 我们特别哀伤 我们一直以为他有这种精神传统 不会 那像我前一阵子也去日本开车 看到人家 日本人乱超车 乱超我车 我现在很难过 以为日本人多么守规矩 等等 OK 好 所以全世界没有天堂 没有乐土 所以如何判断一个社会 我们说还是比较觉得 有希望 或者说所谓的一般是文明 是说当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 整个社会如何去回应那个事情 包括文韬刚给我们看的图片 鞠躬盗窃 大家反省 把新闻暴露出来 罪就责任赔偿等等等等 这个如何回应不文明 才是看到你文明的水平 所以上说回那个什么时候 刚作假的 整个区甚至整条村 我叫老海充满的问号 那这种事情 假如这样系统性有规模的作假 不可能不知道的吧 其实他们有非常多执法人员 是会去查的 他们在门口就会放监视机画面 然后大家就会说 快来了 就是要收 该盖门关门关灯什么都关 但最可怕的就是 这些执法人员有时候去久了 他也食髓之味 他就说我也没有来查你 我就来坐坐 那坐坐就有其他的意思嘛 就说你要不要给点红包 要不要给点钱 甚至他会跟你说 我帮你出点注意 我觉得你应该仿这款鞋 不要仿这款 因为这款比较好 那等于是说 他们已经是融为一体了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他们对他们来说 要不要去执法这件事情 根本不重要 而且我觉得对于 可能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他也没有办法 真的下定手腕说 我要把它打掉 就算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存在 因为我如果把你打掉了 这些人全部都失业了 那这些所有的钱 我都不会有 我的GDP怎么办 我的经济追求怎么办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 所以只能 是不是就是在没有媒体曝光之前 大家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样子 对 所以甚至媒体曝光 我甚至其中一个问号是说 这种事情怎么会今天才有媒体曝光 是不是以前已经有 可是没有办法刊登等等 那事后会如何回应呢 整条川都做假了 按道理来说 整条川从大到小 从老到右 从男到女都要坐牢 那怎么办 干脆就整条川变成街脑 在外面盖几道 就定坐街脑 这假鞋这还没什么吧 那你记得广东那边曾经发生过 整条村致犯冰毒 那你媒体不管你管不管 最后警察是开着直升飞机 那这个火拿几千警力啊 来带着枪进去的 那整个村跟你对抗 跟金山脚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能靠媒体曝光啊 这个所以真的非常奇怪 这系统性的犯罪 系统性的犯罪 一定要系统性的回应 不管这法律惩罚等等 他这个就是就跟咱们 就是说对于这个真假呀 不是特别较真 我们这个民族 从来就不是一个 对真假很较真的民族 是吧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比如说刚才讲日本 这个遗造假 这个建筑商啊 他把所有四栋公寓 全部推倒重来 就是说我这一栋公寓出了问题 最后的回应 不但是磕头如捣算呢 我这几栋公寓 全部重来 然后呢 所有的每一家每户 好像是700多户 还是多少户 所有的临时搬迁费用 完全他承包 你看他能付出这个代价 他下次还敢吗 可是他你看日本 这个他是一个一家公司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一个主体的 可以负责任的 可是你看我们是这个小流水线 就三个 比如说三个人五个人 他就是一个小 他就推倒了 或者是你把他抓了 他过几年他就重来 他并不是一个说 他是一个大企业 你可以一次性把他扳倒 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算你说 你说我们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绝对不可能看到 说他们出来说不好意思 是我们做错了 他们只会觉得说 算我倒霉 下次不要抓到我就好 不是 这不 莆田嘛 你看是叫莆田吧 那你想想他莆田 还有那个医院呢 莆田戏 莆田戏 但是我发现莆田 是个很少林的地方 是吧 莆田 莆田海鲜好吃啊 因为里面 韦杰里面 清晰到一个 我也是很好奇的 伦理学的问题 你说不可能整条川 来跟你道歉 他当然不会啊 因为假如会的话 他首先不会这样做 因为清晰到整条川的时候 我想像他们家人 有老有孝 你怎么相处呢 怎么有个说法呢 总而怎么教小孩呢 这不算你不叫小孩帮忙 有会你怎么教小孩说 不能做坏事 不能做伤害人的事 不能说谎 能理学上面是很大的挑战 从心理学来说 他总要有个平衡 有个说法 我怎么教小孩说 你做坏事可以 只要是害人 不要害到自己 你要小心等等等等 里面呢 不管是法 先不管法律问题 在伦理学 一个社会 如何成为文明的可能性 那里面很多教材 一样的 我相信这些村民们呢 他真正家庭成员 亲戚之间 关系也都是比较朴实的 一样可以教小孩子 不要撒谎 不要撒谎 来 把那脸上假鞋 马云西 我这个赶紧 就派人出去 对他来说 是完全并行不配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美杰可以解答他的问题 我就从我看了一本 这个脱北者自己写的书 他就说 这个脱北者 他们之前在朝鲜生活 然后生活非常的苦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自己说明目聊生好了 然后吃饭什么也没有 可是他们另外一方面 受到的教育 就是说国家非常好 国家保护了我们所有的 你没有办法去对国家产生质疑 可是你的生活 确实是没有办法去 符合你所看到 就是你国家跟你宣传的 跟你真实生活 大概是两个世界 然后最后这个人 他们说他们怎么生活的呢 他就把耳朵关起来 就是当他在听A的时候 他只记得A这个部分 当他在听B的时候 他就只知道B的这个部分 但这两者是独立存在 他并不冲突 因为他如果去质疑了 他就没完没了 如果他去质疑了 比如说国家政策是怎么样 他就去质疑他的生活 为什么是这样 国家对我好像 那我吃不 为什么会吃不饱 那你就是最不要有想法 就是完全不去想 他就不会有这样子 那是1984嘛 而且 广言就是真理 而且他现在有了 这个人类学的基础 你知道最近就查出来 人的左脑和右脑 确实是两个意志 两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叫你选择 左脑不是负责语言逻辑 右脑也负责一些功能 但是有的人因为一些事故 一些病啊 左脑右脑给他切断了 于是科学家就做实验 问左脑 问说你想当什么 可能左脑就说 我想当宇航员 右脑呢 不能说语言 但是会给他看几个画片 比如说几个职业的画片 右脑可能说 我要当画家 右脑的选择当画家 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发现 人就是左右 是有两 就是说很难说什么是你的唯一的 所以文道 你这样就还是 人是可以分裂 还是回到我的问题 因为可是很明显 我们在左右老脑会分裂 我们平常人没有分裂 我不会问你 你说我想当艺术家 不想当领航员 不不想当艺术家 一定有一个东西 把你都要贯穿起来 统一协调起来 所以你刚刚的说的实验是说 把那个东西去掉之后 你就分裂 所以懂我意思吗 还是回到我的问题 对 中间那怎么样来把这两个贯穿呢 一个方法是说都闭起来 不想了 第二个呢 还是有个说法 我觉得最可能的说法是说 好啊 假如不是现在国家这样的话 我现在苦可能更苦 我现在很苦是对的 可是没有那个部分 我可能更苦啊 我就靠它呢 可能总有一个说法 总有一个东西来协调 你说分裂的事情 我们早就知道了 上半身跟下半身 我们基本上是分裂的 对啊 我跟你交往二十年 我跟你交往了 我就知道上半身跟下半身 我是左右分裂 你是上下分裂是吗 韦杰 对不对 我认为一前后分裂 克林顿都是上下分裂的 对不对 这个对 但是我说这意思 有一个最高的律令的 比方说 就跟咱们讲这个日本人 这不是这个 你看有人研究 说同样是造假 如果说日本人跟中国人 有什么不同呢 就在于日本人在造假败露后 一般选择羞耻自杀 中国人在造假后 一般选择百般抵赖 然后就是 就是造假都没有什么本质适应的区别 但在事件遭到败露的时候 日本人一般会涌起一种 无地自容的情感 羞耻心 就是他有个社会的最大的律令 这个共识 这个事情啊 除了说回应我刚说 等于是支持我刚的说法 什么坏事在所有社会都会发生 问题如何来回应他 这个日本我见过这一夸张 令我佩服是什么 日本的黑社会会自杀呢 我觉得我今天场劫失败了 被抓了 他回去他的黑社会 什么三口五主 对对对 放流氓都挡不好 对 我就想在华人地方 所有黑社会永远只会杀人 怎么会没有自杀的黑社会 比较责任感一点 不是 华人的黑社会叫做仇啊 跑啊 啊对 叫丑 他怎么可能会计刹的 eh